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1月10日 也是常年期第32主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疑问及回答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路加福音第20章 第27-38节 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度三人中 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 师父 梅瑟给我们写道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 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嗣 曾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子 没有子嗣就死了 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 七个人都是如此 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 末后 连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 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今世之子也娶也嫁 但那堪得来是 即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 他们也不娶 也不嫁 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相似天使 他们既是复活之子 也就是天主之子 这论死者复活 梅瑟已在荆棘篇中指明了 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及雅各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福音中 我们看到否认复活的撒度塞人 来问耶稣有关复活的问题 这里 我们可以问 他们是真的想听耶稣的答案吗 还是他们更想 用无人能验证的问题 试探耶稣 刁难耶稣 这答案取决于撒度塞人 是否开放去接受耶稣的回应 即便他不一定会符合他们的想法 是反省 当我们对别人发问时 我们想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 我们的目的是真的想知道他人怎么想 或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 心地单纯的孩子们 常问这类问题 因此 耶稣曾经表扬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子一样 绝不能进天国 但是 我们也习惯性地 用我们的疑问 来达到其他的目的 比如说 太太会问先生 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也许他并不是想要知道真的答案 却需要先生安抚他对自己身材的不安 或者 我们会对那些我们不信任的人说 你又知道某某事是这样的 这个疑问背后 很多是质疑对方的讯息 不是吗 耶稣看得清我们的心 你觉得 当他看到我们不单纯的心时 他会有什么感受 会如何想呢 今天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 思考 加入我们被别人问及一些无厘头的话 或察觉到疑问中 不单纯的讯息时 我们会如何回应他人呢 福音中 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被撒毒三人的刁难激怒 或有不耐烦的回应 相反的 他很有诚意地回应了他们 在这里 我们看到耶稣的风度和大爱 我是否也能在不友善环境下 保持风度和大爱 谦虚聆听呢 种下种子 让我们对自己的发问和回应更有意识 好让我们能够选择 如何透过自己的话语 光荣天主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谢谢你 你的生活 教导我如何活得更真诚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常以真诚的心 对待他人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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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